店內的監視器 凌晨拍到戶外出現一道閃光 沒想到下一秒 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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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後還有人影晃動 走到戶外一看才知道 竟然是遭到這輛小河車衝撞 由於發出巨大聲響 當時還嚇得鄰居外出查看 駕駛事後站在一旁 似乎只受到驚嚇 不過消防隊貨爆到場 卻是如臨大敵 因為眼前好幾瓶瓦斯鋼瓶 已經扭曲變形 甚至牆上瓦斯管線也被撞破 不停有瓦斯外洩 這起恐怖車禍 2號凌晨2點半左右 就發生在高雄前鎮區的岡山南街 這處三角窗 車輛衝撞這間失誤於州店 除了車頭嚴重回損 店家的身材工具也扭曲變形 原來駕駛發現清城與時趨緩 開著趕買的二手車 外出幫太太買宵夜 沒想到來到現場 就突然失控自裝 白天重回現場 除了虱目宇宙店無法做生意 裡頭的美甲店也被撞破一個大洞 雖然駕駛事後檢測沒有酒駕 但除了自己的車子得花錢修復 還得賠償墊家損失 這頓宵夜的代價也讓外界折舌 TVBS新聞李戰生 趙麗何一信 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